不要说爱花钱 我要介绍这全家的东西好了 这个是原本是日本的比方 是这个月才来台湾的 所以它变得很发张 就 就可以买得到 什么 刚不是还讲到睡衣吗 对 睡衣真的要买 你有吃吗 你看这就这样 你现在他原价多少 今天晚上11点 从事大酒酒进化论 群女跟我讲过 真的怕是怕一个问题 有第一个 你去放那个素质上去 你要不要磨光 要不要打抛 还是会 我记得好像有的是要 有的是不要 有分什么硬式跟软式的 平常你也说 如果你有 对 了解 就那一次脚去伸出来 好漂亮 罢了事 罢了事 对 所以说 有意思是乱事的 抛光的过程 就跟去指甲 那个去光水一样 它会让你的指甲受伤 那你再不如 你就变成受伤的状态 等于说你皮肤擦伤了 你会去抹东西上去 你还是受伤的状态 但是脚指甲 如果就算是磨伤擦伤了 那个跟我们身体伤 其实还好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直长嘛 对 就是看它的厚度啦 厚度 其实它 你不要认为脚 那个指甲完全没有血液供应 其实它表层是没有 但是拟层是有的 痛 我不知道我们拔过指甲 其实拔指甲是会痛的 当然 对 你不是只有根部痛 你指甲的甲床下面 也是会痛的 所以说它可能有一小段的距离 是没有任何血液供应 但是在下面 就血液供应 所以你说如果它有不好的东西 它不要渗透到底层 有可能会伤害到你 底层 对 你可能去光水运用越薄 你又涂了一些化学药 就吸收进去了 而且光疗很伤荷包耶 因为你不做的话 就是就会变得很薄 你就非得要一直做 它是一个无底洞 我觉得是耶 而且你说 其实它虽然 可是我觉得它更毒耶 因为去光水 是可以清洁掉而已 因为指甲油脂是清洁 去光水 表面而已 可是每次卸光疗 它其实是要 很厚的那个 它的药剂 然后敷在指甲上 然后再用铝箔包起来 所以整个手指头 是这么久的时间 大概五到十分钟 要侵蚀那个化学药剂 卸指甲的过程要特别注意 就是它本身是没有问题 但是它重点就是 它带的过程 跟卸的过程 好 不过如果以中医师的角度来讲 这个指甲 脚指甲 你可以看出谁麦的健康状态 因为我们的指甲跟头发 都是属于末端 就是说 当你营养缺乏的时候 指甲跟头发 它最先不要有营养 所以就是说 你的肝功能比较不好 比如包含劳累 都有关系 那我们来看几个指甲的颜色 好 第一个 指甲假如说过白的 大概我们想到 就跟贫血的概念是不是一样 就属于慢性贫血 还有肝肾不好 因为肝是跟营养代谢有关的 跟你的吸收有关的 还有你累的时候 我们都叫肾气虚 所以你的指甲会偏白 那只要有一块一块白白的时候 一般来说代表 就是缺少微量元素 鑫 那一般可以从海产类啦 蔬果类啦 菇类啦 这五穀杂粮类 还有一些植物油可以摄取到 假如指甲容易破裂的时候 代表你可能 铁其实是缺乏的 对 可能缺点性贫血 就像文华刚刚讲的啊 对耶 切铁不是缺钙喔 缺钙 我以为缺钙耶 搞错方向了 因为我想说我怀孕的时候 拼命吃钙片 我指甲长得好快 可是我像平常的时候 是因为没有怀孕的时候 就没有再吃钙片 所以其实指甲长得是很慢的 所以我以为那个指甲 它的元素是需要钙没有错 可是如果它有那个 破裂 断裂的那个状况 那个方向不一样 对 对 它比较偏向于切铁 可是一般我们的微量元素 钙 铁 铁 它事常都是在我们的食物里面 就有了 有时候你缺这个 大概那个也缺了 所以还是从均衡的营养 譬如说 生绿色的蔬菜啦 鱼啦 豆类啦 五穀类可以吃得到 那还有白的讲完 我们就讲黄色 指甲偏黄的 大概我们可以想到 就是黄胆 对不对 那基本上来说就是 微生素E有关系 就是说你可能在呼吸系统 或淋巴系统 这在中医来说 都是属于 当我们指甲发黄了之后 我们都想要眼白发黄 对不对 想要黄胆 那就表示你的毒素没办法代谢 基本上包含那个胆色素 没办法代谢排毒素 所以表示你可能最近太累了 当然我们要扣掉 你是吃一些比较深绿色 像红萝卜 南瓜 长期吃木瓜啦 吃这种深绿色的黄 那就不算了 你只要最近把这个 不要常吃这些深色的蔬果的话 就会代谢掉 最后一个就是说 凹吐不平 这个大家最常见 基本上还是一句话 就是只要你的指甲的韧折度 它不是光滑的 是凹凸的 第二个就考虑到你的肝功能不好 尤其我有两个很简单的分享 第一个 你指甲或是手指甲也是喔 是一条直直的线 叫直纹的 就是你最近比较属于神经衰弱 叫肝火 他想要肝火对不对 中间叫做 不是你那个直的条纹 是说你这样子去摸 它会凹凸凸这样才算 看就看得出来了 你看自己指甲会有一些纹路 凸起来也好 凹下去也好 是直直的顺着你的指甲 或脚趾的方向 叫直纹 就表示最近你的太累了 肝太疲劳了 可是不是直纹是自然的吗 不是喔 没有 大家的指甲都是光滑的嘛 我教你 应该要光滑面 我的是 它很直言 越晚睡 超过十一二点长期不睡觉 你的纹路越多 越多条线 直直的下来 可是你看像我的指甲 我摸起来是光滑的 可是你这样卸开那个反光 你看那个 会看到直直的 它是直直的啊 所以那也算 这就不对啊 不对 基本上不太能看到纹路 你看小朋友有没有纹路 就要现场小朋友 大家看 它是很光滑的 很亮的 几乎会像镜子一样的亮的 是喔 所以你越多条 表示越晚睡 而且是长时间的 而且有些老人 是不是特别容易有些 老人家就是消化吸收不好嘛 然后它的肝的营养代谢 也比较差了 对 那假如说 有人是痕的喔 也不是指它是痕的 基本上就是你的消化功能 已经稳乱了 你有一些消化不良的问题 我们就叫脾气痴 你的消化系统比较弱了 所以你不要只看手指甲 脚指甲同步看 我刚刚两个对照一下 我手没有横纹 有指纹 但是我的脚有指纹 又有横纹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同步去比较一下 对不对 有没有那个脚指甲 什么案例 比较 比较严重 我每个齿撞甲 它中间凹进去 有没有 两边有点阻起来 对 它的脚指甲 有时候有人会长这样 手指甲也会一起 所以我们都 不怪喔 拉脏 对 这是被车压过吗 当然不是 因为这个在门诊上 常常会看到的 有些是在哪里看到 那个就是免疫系统科 或者是新陈代谢 可以一定会看到的指甲 是这样喔 然后通常医生 整个凹下去欸 嗯 那在门诊上 对 我在临床上就有看到一个女生 她指甲擦得非常漂亮 可是医生就告诉她 你把指甲先卸下来 她卸下来之后 她就长这个样子 凹凸不平 而且还有直线 她就第一个问她说 你是不是 她说对 因为我是椰猫子 我必须常常上网 看一些东西 因为有时候是 半夜网路才会 去竞标些什么东西 她会半夜才会看 好 然后呢 她就告诉你说 那你今天是来看什么 她说因为我觉得 我头有点晕 她看她指甲就知道说 你是缺血性的贫血 她缺乏了B12很严重 然后她医生在问她说 你平常怎么饮食 她说因为我怕胖 所以我都减肥吃素 欸 问题都出来对不对 那有些指甲 真的长得很可怕 甚至卸掉了之后 指甲就涂了这样 因为有一阵子 这是灰指甲吗 对 有一阵子很流行 大家在做什么 就是所谓的水晶指甲 哇 你都说什么颜色 什么钻都放在上面去 有没有 结果卸下来之后 就长这个样子 因为它已经发生了 黴菌在里面了 是你没有办法发生 看到的 你要做水晶指甲 尽量不要泡澡 不要摸水 所以人家说做了那个指甲 不能做家事 就是贵妇了 就是贵妇手 因为你知道 我上次就是不小心 有一点空气 跑进去一点 所以就长了一块黑黑的 后来他们说这是黴菌 所以就一定要把它弄掉 不然的话那时候 你到时候整个指甲就完蛋了 那你还算是正面的 很多人说为了逃避 哎呦 这样怎么见人 就涂 都把它遮起来啊 做得比较困难 没有 我吓到了 我听到黴菌就吓到了 好不好 那后来也花了一点时间 对 因为你要让他 把指甲整个长出来 然后剪掉剪掉 就好了 那所以平常我们 如果真的要保养 我们的脚部的话 是怎么样 自己来按摩吗 还是老公来帮忙按吗 为什么要拖我们下水 自己不好按啊 这样伸脚给人家 不是比较舒服吗 我可以算结吗 没有说我们坐飞机上去 我后来都穿假脚拖 你知道 因为以前穿鞋子 穿靴子那种 然后坐飞机上去 就刚刚好 给你上飞机脱掉了 然后下飞机就 哇塞不进去 还要把袜子脱掉 真的夸张啊 然后整个塞进去了以后 小腿拉越拉不进去 这么夸张喔 所以曾有个报告 就是有一个 可能是本身就有心脏毛病的人 他可能坐飞机 他就都没有动 有可能他一下飞机 发现说就立刻 休克时光 哎呦